字幕志愿者 好 各位晚安 今天的這個單元我決定來回答一下 簡短的問題 然後順便介紹一下同學提到裡面問題的內容 再講解一下閱讀 做一個文學的小單元這樣子 因為本來要按照順序是要講 今天的開位時間是要講 The catcher in the right 我書都準備好了 我在這邊 但是呢臨時發現同學問到另外一個問題是 Mobidec 所以我剛好手邊有書我就 順便解答反正同學問 這位同學有上過課他講上過閱讀課 最近看了老師以前的文章發現Mobidec 對老美都很難了更何況對我們這些非母語者 老師覺得Mobidec為何不好懂 一貨是小菜一碟 當然不會是小菜一碟 那這本Mobidec 我在 呃 念研究所的時候寫了一篇有關 用 Psychoanalysis的Approach 來 來 解析Mobidec 所以我 我這本書 上面的印的時間是1993年 也就是 民國82年 那我裡面當然 我既然買了就一定會有看了我以前還會稍微 畫一下線 還會稍微畫一下 有一點顏色在裡面 那這本書確實不太好懂 喔這樣類似這樣 那這本書確實不太好懂 原因是什麼原因是因為他裡面有當年 這本書是1851年 呃 第一版 Herman Melville 他的巨著 那這本書我個人認為他當初寫的是要挑戰 他的前輩英國的 很重要的一個 17世紀的 呃算是 文豪 叫 呃寫 Paradise Lost的John Milton 他寫了一本巨著叫斯樂園 那所以他裡面有一個小的影劇就是引用斯樂園 因為斯樂園裡面有一小 一小段 是講到 金魚 喔金魚給人 在 兩三百年前一兩百年給人都一種帶有神秘的一種海上的 喔一種 神獸 所以我可以來念一下 所以他這個一開始 的地方 喔他是下面有一小段我念一下 The text of Moby Dick or the whale 所以那個 Moby Dick就是 整個他們這一趟 這艘捕金船叫Pack Road 去捕金魚 金魚是一個象徵啊 你也可以當你人生追尋的一個目標 你也可以當成一個 整個 探索 未知 追求 答案 的一種心靈的旅程都可以不管你怎麼看他 他有很多的 oh symbols 跟images 好我念一下他下面 引用 Paradise Loss 斯樂園裡面的那個章句 放在他這本書的最開頭 There Leviathan Hugest of living creatures In the deep Stretched Like Promontory sleeves Or swims And since the moving land And that Gills Draws in And that Brucks Spouse out A sea Paradise Loss 所以那個 Leviathan 就是海中的巨獸 就是 金魚 他是 最大最大的 活著的 活著的最大的 的所謂的動物 在深海裡面 他整個展開 像一個 像一個 霞 我們看到那個霞灣一樣的一個陸地 那個叫Promontory Sleeves 他伸展開來就像不管他在睡覺當中 或是在 游泳當中 我確認一下這個字不要亂講把美國 很好的文學名著講錯了 那就慘了 把Paradise Loss改掉了 沒錯 我講對 像 霞灣一樣的東西 A narrow area of Highland the stakes out into the sea 就是 陸地尾端到海邊伸展出去那個叫 霞 那個東西 他如果在那邊睡覺的時候 你就遠遠看過去好像是一個霞 陸地伸展到海邊的一個小霞灣 那個陸地的部分 大到這麼大 或是游泳他游得很慢的時候你以為那個是陸地 哈哈 And since the moving land 看起來好像一個會移動的陸地 And at his gills 那個gills是他的篩 那事實上鯨魚是哺乳類動物應該不會有篩了 他講的可能是他那個氣孔 會吸進水 然後呢呼氣呼氣呼出來的時候會 吐出來的那個水的那個量看起來跟海一樣 這個是Paradise Lost John Milton裡面寫的被拿過來了 所以這個我個人認為是 Herman Melville 他在 整個文學最頂峰的時候希望能夠寫出一個 巨著 能夠媲美 或是 跟 200年前的 他那時候的古人 John Milton的Paradise Lost 來一較長短 這樣子 就是 美國的小說家跟英國的 這個算是文學家寫詩的 兩個PK 那個 John Milton的Paradise Lost我也看過 好這樣子 那個那個更難懂 我看到快胡說八道 所以同學講說 我待會可以把 Paradise Lost找出來 讓同學見識一下 什麼叫做浩瀚的文學領域 好所以 他說 為何不好懂 我他說老美都覺得很難確實很難啊 那對我們這些飛母語的 何況 所以我不建議同學入手 一下就直接看 Morbiddeck 因為裡面有很多的有關 宗教聖經裡面的隱喻 有很多航海 不是現在航海喔 當年 一兩百年前航海的 那個裡面的術語 跟那時候的稱呼 英語也是一兩百年前的英文 不是現在的普通我們看到這種 通用的這種英文不一樣 所以他絕對不是小菜一點 為何不好懂 當然不好懂我說有點年代 所以不好懂加上有航海和宗教信仰的隱喻 有沒有 確實不好懂 不過讀美國文學沒辦法還是要碰 因為 你如果讀美國 近代文學 你不碰Morbiddeck 好歹要看一下 再怎麼不好懂 你要像我這樣稍微翻過一遍 寫一篇報告這樣子 你不必 精讀 你要欣賞因為畢竟他確實難懂 我舉個例子為什麼難懂 他這種書的光注釋 第一頁的注釋 看這種書你要 比看音音質量還痛苦 因為連注釋你都可能看不懂 我找第一頁給同學看 不過文章確實很優美 你從第一句開始看 從第一句開頭就直接就 打中你的要害 你就感覺到這本書非往下看不可 這是第一頁 他光下面這個小字 的部分 字比較小 這個兩排字全部都是注釋 前面打1下面那個注釋一堆 注釋裡面你看不見得懂 有點年代了 你可能連看注釋都要再去找資料再看 所以你如果用精讀的方法來讀 除非你閱讀數率很快 你 靜得下心來看 否則這本書我會建議 先不要碰 我找一下 我找一下 他的 祖先 200年前的John Milton 那個基本上已經進入天書 的境界 我有看我找一下 這本 這本 你如果想不開的話 想練鐵頭弓這樣打 可以練成了 John Milton 在這下面 John Milton 這是英國文學史 的1還有2跟這個一樣 我來找一下Paradise Lost 1445頁 讓大家匹豐一下我當初是怎麼唸的 我看這本書是怎麼唸的 比Morbiddeck 我看看是相同的時間 早一年 我要證明我不是 造假 我這是1992年10月3號買的在台北 還有我的長書章 我讓同學看一下什麼叫Paradise Lost 但是又給我按照 有沒有看到 那就這樣用翻的 看到什麼這下面這個是注視喔 這下面的注釋你要看 他是用史詩epic的方式呈現 所以他是有 verse 你看到每一個每個都是一個verse 這個基本上是天書啊你如果真的 但你念英國文學不念等於沒有念過英國文學 這樣看比較清楚 所以如果有興趣也可以 好 看一下比方一下但我相信 應該沒有太多人能夠忍受第二頁以後 好 好 那我這個不是全部啦我相信他這只是部分 到這邊我就做記號了 後面好像還有 居然還沒玩 這個真的是要添出了 有沒有看到 那你如果能夠看得完Paradise Lost的話 你看Mobile Deck應該看得下去 這本 除了可以當啞鈴之外 你如果覺得 腦袋瓜打結可以用這個自己敲一下 哈哈 這麼厚 所以Mobile Deck 就是 跟我們剛剛看的Paradise Lost 要 一較高下 互相切磋 有那個意味在 那如果你在看到 The catcher in the right 你就知道說原來這真的是國中生念的 他這樣子 那我就 我就真的把Mobile Deck來朗讀一下好了 第一小段 因為他第一句 就讓你很想往下看 你看 Lumens 那這個就當作我們的 清潭小單元裡面的美國文學篇 我之前已經講了一個 也算是高中程度的 老人與海 雖然跟海也有關係 在古巴 這個不是喔 這個是1851年 我在念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Mobile Deck 我先來簡介一下 免得同學一頭霧誰 Mobile Deck or The Well Is an 1851 novel By American writer Herman Melville The book is a sailor Ishmael 他的名字叫 Ishmael Ishmael在聖經裡面是有 你必須要先去讀聖經 因為他裡面講說他是 好像是 亞伯拉罕 Abraham Abraham 的小孩 那他象徵了一個 被放逐的人 他有一些典故在裡面啊 我們這個時間跳過去 所以他為什麼把主角的名字 第一人稱自己講自己的故事 第一人稱的 Narrative Narrator First person 因為 從名字上來看他就是一個 被放逐 自我放逐也好被社會放逐也好 到 茫茫的大海中去追求 他自己的夢想 整條船都是 必須要找那個鯨魚 找那個whale 捕金船 The book is the sailor Ishmael's Narrative of the obsessive crest of Ahab Ahab是船長 那個捕金船的船長 那那個捕金船的船長 用生命的力量去抓那隻鯨魚 整個大海裡面找就一定要找到他 好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這個圖 Captain Ahab Is a fictional character In one of the main Protagonist In Herman Melville's Moby Dick 他扮演的很重要的一個角色在整個故事裡面 因為 就是因為他要找那個鯨魚的那種 投注的那種幾乎著了魔的那種 精神 讓整條船的人都 受到感召這樣子 Captain of the whaling ship Paggart 這個Paggart可能也有寓意啦 Paggart is a fictional 19th century Nantucket Nantucket Whaling ship 這個Nantucket是一個很有名的地方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好像是在 Captain Captain Captain是一個往回溝上來的一個角 可能在 Konegut 可能在Konegut 我不知道他但我確定他在Captain 好像鯉魚角 一个很奇怪的L型稻钩跟鱼钩一样的一个海湾 它那边的补金船 That appears in an 1851 novel Mobedic by American author Herman Melville Packward and her crew commanded by Captain Ahab or central to the story 他是那个船的名字 For revenge on Mobedec 那个revenge是 Ahab自己本身为了要补那条鲸鱼受伤 好像脚也断了真的变虎克船长 哈哈哈哈 然后呢 要复仇 一定要追杀到那条鲸鱼不可 他穷尽一身的力量 当船长就是找那条鲸鱼 The giant white sperm whale 这个是一个很大支巨大白色的 所以叫白金巨 因为是白色的 那个sperm whale好像是抹香精吧 我不知道中文名字叫什么 样子长这个样子 所以真的蛮大支的 On the ship's previous voyage Bled off Ahab's leg 要的你 有没有 他在前一次补金的旅程当中 被那只鲸鱼把他的脚咬掉了 把他其中一直脚咬掉 所以他要复仇 A contribu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Moby Dick was published to mixed reviews was a commercial value and was out of print at the time of the author's death in 1891 那这本书因为写出来真的是很难 读下去了 所以 作者 穷尽了几乎是一生的功力 写出这本书 可是呢 卖的不好 不叫好也不叫做 一直到 那个Melville去世的时候 1891年过了40年 都一直没有成功哦 连出版商都不愿意印了 因为卖不好 its reputation as a great American novel was established only in the 20th century after the centennial of his author's birth William Faulkner said he wished he had written the book himself and D.H. Lawrence called it one of the strangest and most wonderful books in the world and the greatest book of the sea ever written its opening sentence call me call me Ishmael its among world literature's most famous 那后来是因为有美国的很多当代20世纪的小说家 推崇这本书 在 Herman Melville 出版这本书之后 的一百年 哦就是 1851年 往后推一百年 就是 1951年那个时候 呃他这个应该是 作者 的一百岁诞成 名诞不是那本书出版的时候 我看一下 Herman Melville 我看到什么时候出生了 他是1819年出生的 所以是1919年的时候 1919年的时候 呃 美国的很多小说家很有名的像William Faulkner 跟 D.S. Lawrence 赞扬他这本书 推崇 死后一百年才获得平凡 这样子 换句话说你读美国的文学你不读Mobeduck 你等于就是没有跟你读英国文学 你不念 那本可以把人打死的 哦 可以把人打死的那 那个 我们刚刚看的那个 哦 Paradise Lost 一样 John Milton 还好我两个都看了 哈哈 所以我可以讲我略通英美文学 略通 不是真的精通 如果真的精通去把它全部读完的话 我现在头发应该全部白了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为什么 他会在 Herman Melvin会在死后一百年受到这本书受到这么多 美国当代 20世纪的 小说家 有名的小说家推崇 我就念第一小段 作为我们今天 这个 问题解答的结尾 所以 同学说有同学问说 可不可以看 如果你可以把John Milton 的Paradise Lost稍微看完像我刚刚那样看完你这本应该会 可以接受得了上得了手因为他还没有 Epic史诗那么难 看到胡说八道啊这样 但确实是好的作品你看完之后 你整个 人的 文学素养 西洋文学的素养会立刻提升 这样 好我就念 Chapter one的Lumens 那个Lumens是他这段 第一章 的整个 章的章节的给他的小的标题 Called me Ishmael Whenever I find myself 那我认为了 这些人的公主 那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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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了 as soon as I can This is my substitute for pistol and ball with a philosophical flourged Gado throws himself upon his sword I quietly take to the ship there is nothing surprising in this if they but knew it almost all men in their degree sometimes or other cherish very newly the same feelings towards the ocean with me 我整个就念完了 那内容我就不解迁了 因为这个蛮有私意的 解下去可能会 会有点听不太懂 但整个 你这一段看完 你就知道那个年轻人叫Ishmael 为什么他叫Ishmael 他下面有解释 The biblical Ishmael was the son of Abraham by the bond servant Hagar an Egyptian an Egyptian 是一个 埃及人 叫做 在圣经里面 是一个 叫做 亚伯拉罕 Abraham 的小孩 Ishmael was disinherited and cast out in favor of his younger half-brother Isaac Abraham's son by his wife Sara 意思就是说 那个叫做 Ishmael被放逐了 因为 Abraham 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 是说 比较喜欢 他的弟弟 可能两个是同父异母 那他的养子 Isaac 所以呢 就把 就没有给他家产 就 就等于说把他放逐了 不理他了 逐出家门了 an angel prophesizes to Hager 那有一个天使呢 就 告诉Hager Hager是 也就是说 他 他爸爸 因为同父异母 所以他爸爸可能 我现在在解千啊 我也不知道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是用解的 他爸爸的第一个太太 生了 Ishmael 但是因为他爸爸的那个 第一个太太 出生比较 低纬 有点像童养席之类那种 比较 身份地位比较低 他爸爸的第二个 老婆 身份地位比较高 生了他弟弟 所以他就 比较喜欢他弟弟 就 就把他 把他放逐出去了 后来呢 有一个天使就出现 就预言就告诉那个 第一个 那个Abraham第一个太太 身份地位比较低的 也就是 没有人认同他 没有人认同他 他被放逐 被这个社会变成 遍远人了 他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有个天使跑出来就跟他妈妈预言这样子 那这个在创世纪的第16到25章节里面有讲到 The name was in common use to mean an exile or outcast 那所以 Ishmael 因为有这个典故的关系就变成一个我们讲的被放逐被放弃被整个社会放弃的人 所以他为什么 Malville 把这本小说里面的这个人叫Ishmael 而且开中民意第一章第一句话之 美国文学全世界文学最有名的 Call me Ishmael 叫我Ishmael 意思是说你叫我被放逐的边缘人就好了 我只能到大海去出海 离开人群 这样子在我犯下大错之前 因为他是一个人见人讨厌都不喜欢的人 他个性又很刚烈而且证实年少 血气方刚他怕有时候 一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他心情就会烦闷 他就很想发泄 那到外面就去想 去骚扰别人 想要去动手 看不顺眼的人就想动手 他怕憾事发生 决定在这个 节骨眼当下最好的方式我就是出海去 我不要留在陆地上闯祸 这个是Call me Ishmael 一开始的那个地方讲得非常不错 31分钟了 好 那我本来要讲 这么多东西我本来讲 The catch in a row 这种国高中的 我们今天不要跟这个放在一起讲 因为年代差太远了 这个Mobile Deck 1851年 这个比较是16多少年了 更早 这个应该是属于19 四几年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把这三本书解答通约的问题 我的解答 就是有点年代所以不好懂 1851年的东西确实 跟现在的英文的用法有点不太一样 有航海和宗教信仰的隐喻 确实不好懂 那如果真的要 你真的要读美国文学 没办法躲不掉 你还是要定下心来读一读这样子 但如果说你不是学美国文学 你想要 只是想精读 精读尽量用这个来精读 你如果想出家的话就用这个精读 保证精读精到你挂 那你如果想成佛的话就精读这一本 我那边还有一本 好 那希望有解决同学问题 今天的Mobile Deck 我就解答到这个地方 感谢同学 那我们今天就小单元 美国文学就到这个地方 我想应该蛮开胃的 好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 感谢大家 晚安 感谢大家 谢谢观看